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Windows、MacOS、Android还有iOS 目前还提供超过3000个服务器 你想撞到的地区都一定会有啦 Shift Shark VPN还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 不管你订阅哪一个方案 年线装置数量都是无向限的 所以无论你买了哪个方案 你所有的装置 甚至是你家人的装置都可以受到保护 如果买了发现真的不适合 他们也提供30天退费保证 现在到画面上的网址订购 Chef Shark VPN 输入Gimpay就可以用17折买 还可以获得3个月额外的期限 想要的快到内容简介区订购吧 那我这次的队友是白帝还有统神 大家应该都知道是谁 那先跟白帝和统神的粉丝说一下 对不起害他们输了 详细的感想在影片的后段会讲 那我在重看比赛片段后 主要总结出来的有几点 第一 大师顶列强走位向错了 你的队伍算直接小一个了 走错一下命就没有了 第二 别玩不熟的英雄 这种高压的情况下 如果还玩不熟悉的英雄 只会让你的失误率更高 第三 这种高端强、锁烂或者被锁烂是基本 所以开战后比的是谁失误较多 然后是谁能抓住对方的失误 第四 跟自己走位同样重要的是沟通 因为片段中不小出事的原因是没有沟通好 第五 队伍中总要一个cola 就是发号施令的队长吧 但队长也不会所有时间都知道你的状态 所以队长说的只是搭方向 例如是目的地或者打哪个敌人 确切要做什么 还是留意自己的情况进行调整 这是第一场 只放比较关键的内容 不然影片会太强 这场拿好东西就飞到这间房子等收圈 中间就是白地教我放毒罐的位置 然后周围点一下敌人这样 直到第三圈快要开始收 那开始白地教我们下去 我们跑慢了 算是沟通向的失误 算是沟通向的失误 你怎么往下去啦 不是说要守这么点的 哦 我跑了 放在脚上 嗯 下面下面 滑下山坡后本来的房子被另外一对战了 这个时候差不多 没有哪个方向射不到我们 所以白地也说要死了 那以我随钻的理解 就是我们下去的那一下 想黄缺但打的不够快 而且他们用船树门退走的那一下 我们好像急了 其实圈那么小还剩10队 附近一定有不小的敌人 所以说不到应该是找个好位置调整一下 追下去是一个比较冒险的选择 当然打赢的话可以吃掉他们装备还有位置 又会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第二场世界边缘捡了一点东西就跑到这边 我绝对是这场的战犯 一起先看一下 首先跑在外面整件甲还有全部的雪都没了 这一刻看我的样子好像很正常 其实我已经吓鸟了 在外面跑一下就差点死掉 直接吓到白地和统神说什么我都听不到了 他们过来咯 嗯 过来咯 我跑我走我走 他们来找我他们来找我 统神 我去拿我去拿我拉我拉我拉掉我拉掉我拉掉 我拉掉 不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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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点一个 统神进来统神进来统神进来你在外面会死掉 马扶 faire nope 把相对无言 选�� 统神后面一周 霍地问有大吗 本来敌人还在走廊 都没有找步声就被右边喷中了 但左边也有人在外面 应该没有被喷中的话也想不去 如果找留在下面 不下去看的话结果会很好多吧 百地也说的对 某年大都没有开 完全浪费了腐蚀的优势 所以这场学到了第一 是不要在外面离掩体太远的地方跑 嘎端墙远距离敌人发现你 也有可能把你秒了 第二是心态要尽量冷静吧 怎么做我就不知道了 不然也不会摆给成这样 我自己再研究一下 然后是第三场大家欣赏一下 有人哦有人哦有人哦 哦在旁边 声音是绝对一点都没有了 学到的是就算大家都认为附近没有人 买东西还是要找队友在告位周围看 因为声音是完全不能信 第四场应该是生传最久 打的最多的一场了 然后这里有一个 要不要打 nice 然后下面设上去 要打吗 他们跳下来了 统神来吧统神 下来吧下来吧 那这边我们没有说清楚怎么下来 统神这个地图应该没有玩多小次 所以都不知道怎么下来 在下面被活活打死 你等下看我们啊 你等下看我们啊 你等下看我们就知道了 下面可以走啊 你看 有看到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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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刚刚有个洞啊 然后摆地 腐蚀放的罐 让凶杀的两队都没有进来 快去打吧 快去打吧 apa Buff 爱 نا이스 先收 收不了 我家 是我的箱面呢 最后这个结果在我的角度其实不错了 3打2如果敌人不是Vestia一队的话可能就能打打吧 然后这里的两颗子弹是怎样呢 一颗身体一颗头有算的话也算是打打一只 虽然战果也不会是有分别了 第五场法地甲我们更像这次我们有更像 你们往前面一点啊不要放我一个人 右边也有 左右都有 有雷吗 有 把门弄掉啊 没有了没有了 你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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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救起来了 对啊 没丢到 好人 不要一直让我一个人 后面有人 好难受啊 我们现在过来 后面是哪里 下面 不过滑下来这里后 左边有人 右边有人 后面也有人 所以有人说 我连甲都没有 还冲出去白给 我是没有地方可以躲起来 所以才跑来跑去啊 下面其实我也可以用被动飞上去 但途中应该也会被左边队锁死 主要是四面八方的剑还有枪线加起来 完全让我都不知道那边是有敌人了 如果当时不是在空地 还可以等一等 看看敌人在哪 那最后说一下这个比赛的感想 因为很多人都有在直播问我 每次分开回答都累了 首先是整个比赛压力的确是很大 压力不是来自队友 而是怕得知到两位队友 还有他们的粉丝 两位都是前辈 我都是要小心翼翼啊 不过也很感谢 从两边过来替我打气的朋友 我本来的观众 当然知道我就是个水赚 实力不怎么样 直播也写得很明白 是欢乐直播 不是实力派 所以我怕的就是第二场 摆给那种情况的出现 虽然我们这队分组的时候 实力分数是整个比赛中最低的 但也不能因为这样做乱打吧 毕竟是个正规比赛 所以压力来源是在这边 但我猜我应该是对中玩的最开心的那一个了吧 毕竟统神自己很想玩Apex 要面对这个压力打比赛 对他应该也是个折磨 摆地要带着我们也发挥不了自己的实力 我自己顶着压力 但也算还好 水赚直接约几挑战 也是一个难得的经验 最少也学到不小的东西 未来社群继续邀请的话 还是会参加吧 毕竟社群邀请也是我的荣幸 以上是水赚仔 在夏季邀请赛反省学到的东西 希望大家看完也有学到一些东西 高手们看到有说错的 也可以在留言跟大家说 上次抽奖的得奖者是画面上的这位 这次ApexB的抽奖是hashtag你的牌位 例如是钻石就hashtag钻石 然后说一下你们用什么方法 克服对题时的紧张 不要复制贴上了会抽不中的 这个频道每周都会推出Apex相关的影片 不想错过的记得按下订阅和按下小铃铛 频道相片的时候就会收到通知 感谢大家的观看 下一条影片再见 Bye